今天在現場轉播的是由球評中文仔中教練以及我張立群為大家帶來轉播的服務 我們請中間來談談雙方在前面五局的比賽 好的 前面五局很明顯的分數會拉開的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先發投手的一個差異 那當楊建福在第一局被打兩次安打的情況下是掉了一分 但是自己的隊友相當的幫忙 尤其是統一世代的先發投手蔡景豪 一開始就投出兩個四塊球 然後高國輝的一個 有一分打點的一個二雷安打 所以在這一局裡面就得了三分 第二局又是畜生球之後的四塊球 張建民就補上一支全壘打 在蔡景豪的一個投球之下 他本身掉了就有六分 那高國輝又在第二局又補一支全壘打 所以在這一局裡面得了四分 那第三局依舊是從這種初生球開始 那之後有四支安打的一個出現 還好是換上邱子凱之後呢 踩住了煞車 不過看起來是分數 被拉得比較遠 已經形成十比一的一個局面 那雖然在第四局 第五局 邱子凱投的內容不錯 但是重點是打擊沒有辦法發揮出來 所以分數一直沒有辦法靠近 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使得在十比一的一個局面的話 考驗統一師隊如何把分數追進 那尤其是整個打線的話 要提振四季 必須要有串聯的一個安打 才能夠把分數逼近之後來製造一些機會 看看從第六局開始 就看統一師隊的一個打擊是不是有辦法來製造一些得分的局面